大家好,我是瓦利 紧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这一款履带果然搬运车的它的动力以及传动部分 以及一些常见的一些维护 首先我们配置的是一台单缸风冷的186F长发品牌的 是10马力电启动 然后我们的变速箱采用的是重型变速箱 载重可以达到一吨的 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单独的关于这款变速箱的一个讲解 说完变速箱的话 我们就说到驱动轮、浮动轮以及张景轮 也就是说到这个履带 如果说我们的履带在使用的过程中变松 或者说是使用的时候感觉这个履带比较松了 应该是怎么来做一个处理呢 很简单 首先就是说我们通过底部的这个张景轮 调整张景轮的情况 把这颗螺丝松一下 然后通过这个螺栓往里面顶 让浮动让这个张景轮最大限度的顶到最前面 让履带处于一个张景的状况 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 关于这个履带如果说感觉比较松 或者说你后期想更换履带的话 也是可以通过把那个螺栓调松 然后履带比较松弛的情况下 把履带拿下来进行更换 这是关于履带一个更换 这是关于履带的